东港镇中山路是观光主要道路 也是临近医院及购物商圈的要道 为了解决证明停车需求 平东县政府向交通部公路总局争取经费 在中山路建制立体停车场 希望提供周边包含购物就医 以及宗教祭典及观光的一个完整的停车空间 整个一个东党镇 那是我们非常滨海的一个城镇重心 那这几年发展在观光文化 还有美食都发展非常非常成功 十几年来整个一个镇都已经要发展到一个程度 那我们都知道整个一个都市发展 最重要的就是有非常好的一个基础设施 停车是主要的一个问题 目前停车场以完工开放式营运 将以即时收费的模式 每小时20元每日最高上限100元 提供200多格的停车空间 将家会临近福音附设医院 中山路购物商圈 东港英文旗典及周边华侨市场购物民众的停车需求 那在我们东港这边的话就我们中山路 那新建了一个停车场200多个 那也最近就开放式营运 那请各位乡亲可以多所利用 那这个停车场立体化之后 那未来可以带动我们整个中山路中正路 整个商圈的停车一个方便 因为停车方便 以至于可以让游客停留下来 那就更可以了解整个我们的 东港镇里面的主要的一个商业地带 那甚至可以拓展到我们周边的一个观光景点 增加我们一个都市停车的一个便利性 焦虑处强调为满足停车需求 兼致提升绿能车辆停车服务品质 停车场提供小型车258格 及12席无障碍转用车格 12席富幼亲子转用车格及绿能专区 另外申办月租还享有优惠方案 欢迎民众踊跃探讯 记者不一听刘建荣采访报道